这一消息马上来看到发生规模6.1强震 结果镇央南投就全出有落石砸车的意外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朱显明为大家报道 好 大家看到靠近镇央南投的这个仁爱附近 发生一起落石砸车 你可以看到了整个这么大的石头 重大了一顿多整个的往车上面砸之后呢 整台车呢可以看到在市场呢整个是全毁了 几乎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空间呢 可以让这个民众呢来这个逃出 当时呢事实上呢一地震之后呢 镇央附近的整个落石呢 突然间是从旁边的这个大这个山坡上面的滚了下来 直接砸中了这一台呢这个天空蓝的一个轿车 当时呢这个呢驾驶呢简直可以说是吓坏了 事实上呢整个的重量呢让整个这个上面的车底呢 整个夹成像一块饼干一样 当时呢附近民众目击之后听到砰的一声呢 简直快吓坏了 而且这个落石还不只有一块啊 包括后面还有前面呢 好几块陆续砸在了车上导致整个车呢 是车底变形的 驾驶船也被砸坏了 这是目前在南投这个仁爱的最靠近正央所传出来的这个落石 打造这个车的一个灾情呢 是 没关系 是那我们是目前在南投最近现场再把镜头交往给彭内的主播